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胜脉奶常有之是何恐之有 最害怕的当然还是远在长安的李亨 当年李亨的老父亲李龙基 就是因为洛阳兵败同关失守 最终不得不流浪到了蜀地 而如今如果不出意外 李亨恐怕也要不他老子的后尘逃出长安 正当他忧虑之时 一个天大的习讯传到了长安 14名突然挂了 刚刚大圣朝廷怎么就挂了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家庭矛盾四起 14名也未逃过家庭魔咒 众所周知 安禄山当年就是死在自己的儿子手里 就其原因也简单 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一碗水端不平 作为曾经的风降大力 安禄山的儿子自然也比较多 如今发家了 谁来继承这个家业 就成了问题 眼看着安庆旭就要落败 狗急跳墙也就先送他老子归系了 如今大燕国皇帝的接力棒 传到了14名的手里 家庭矛盾自然也成了头等难题 以前 14名不过是安禄山的一个将军 这就不存在继承权的问题 如今摇身已变成了大掌柜 以后谁来继承大统 自然成了大事 别看14名打仗是一把好手 可处理家庭问题 他也不比安禄山强到哪里去 14名最喜欢的女人就是新皇后 平日里二人非常恩爱 当了皇帝之后 14名更是迫不及待的 把皇后的位置给了这位心爱的女人 可是皇后一旦确定 继承人的问题也就显现出来了 因为皇后的儿子是嫡子 按道理说 应该立嫡子才对 但是14名的长子史朝一却威望很高 平日里李贤下是很受朝臣们的爱戴 立他为太子可谓是众望所归 这就让14名犯了难 于是立太子的事就一拖再拖 不过 就是这些拖延之举 最终要了他的命 因为史朝一实在是太煎熬了 史朝一兵败陷入惶恐之中 芒山大胜之后 14名意气风发 准备一举拿下同关 然后吸取长安坐拥天下 为了保险起见 14名决定兵分两路 北路由史朝一率领 南路由自己亲自率领 浩浩荡荡杀往阑郡 公元761年3月9日 史朝一率领先头部队 抵达了阑郡以南 正是由于太子问题 史朝一立功心切 想用能力向父皇证明自己 没想到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双方拉开阵势 史朝一居然被唐军神策节度使为薄裕 打了得落花流水 亏不成军 为了取得开门红 史朝一并不气馁 亲自组织了好几场反击 不过手艺确实差了点 每次都被魏博裕迎头痛击 无奈 只好引军撤退 此时 史思敏也率领大军前来回合 听说史朝一大败 他简直是蹊跷生烟 因为此时西进已经无秘密可言 军事讲究的是突然袭击 如今先锋大败 唐军必然已经有严密防守 再贸然进军必然吃大亏 实际上这一次 史思敏已经对史朝一起了杀心 最关键的是 史朝一也感觉到了他父皇的杀心 双方的戒地已经难以调节 史思敏无意间的一句话 最终把自己送进了坟墓 过了几天 史思敏决定再给史朝一一个任务 建造一座三角城 所谓三角城 其实就是临时防卫攻势 一般是依山而建 建成三角 方便存放粮食和自重 这样打仗比较稳妥 从这里也可以窥见 史思敏的军事素养 史思敏给史朝一的期限是一天 可太阳偏西时 史思敏前去验收 三角城连你也没抹完 这让史思敏大为光火 但这史朝一就是一顿臭骂 最后来了一句 等拿下了闪骏 我一定杀了你这个狗东西 就是这么一句话 最终要了史思敏的老命 正所谓说着无心 听着有意 史思敏或许只是一句气话 可史朝一却因为这句话睡不着了 毕竟父亲杀他一如反掌 于死网破的心思 迅速在史朝一的脑袋里生起 事情到了这一步 与其等死不如反隔一击 史朝一的心腹已经迫不及待 最终逼迫史朝一痛下杀手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 即使史朝一想反悔也晚了 由于史朝一平日里待人不薄 身边还是围了一些心腹之人 被史思敏痛骂当晚 手下心腹落月便来到了史朝一的帐下 对他说我等跟着大王 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死了 自古就是有废有力 请大王宿下决定找曹将军前来商议大事 这里面所说的曹将军不是别人 是史思敏手下的心腹 看到史朝一还在犹豫 落月再次发难 如果大王依旧犹豫 那么属下也只有带兵投降朝廷 到那时大王想自保都难 史朝一泪流满面 即使在恨那也是自己老爹啊 可是如今之际也是被逼无奈 他最终点了点头 默许了手下的行为 得到了史朝一的许可 落月就召来了曹将军 摊牌之后 曹将军大吃一惊 这可是谋反 拎着脑袋做事 搞砸了可是要害死全家的 可是看着四周杀气腾腾的士兵 曹将军腿都软了 看来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要求 当场就会成为刀下鬼 于是曹将军最终同意参加刺杀史思敏的行动 到了半夜 落月带着三百多兵士兵冲向了史思敏的大仗 守卫大仗的士兵看到了曹将军自然不敢阻拦 因为平时史思敏的安全保卫工作 都是由曹将军负责的 几百人突然冲进了史思敏的大仗 巧合的是史思敏居然不在床上 落月大怒询问左右 得不到答案 迅速砍杀了好几人 此时 其中一个内侍战战兢兢地指向了茅房 落月立即带人冲向了茅房 史思敏听到动静 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翻过围墙钻进了马厩 翻身上了一匹马 落月见状 立即搭线射箭 史思敏阴声落马 被绑成了粽子 史朝义进行大清算 叛军元气大伤 抓住史思敏 这才是政变的第一步 毕竟史思敏身后还有十几万精锐大军 为了能够迅速控制局面 史朝义对忠于史思敏的人痛下杀手 并派兵赶往范阳老巢进行清算 不用说 去范阳清算的肯定是新皇后和他的儿子 在范阳 忠于史思敏的部队 与忠于史朝义的部队进行了大拼杀 损失多达几千人 范阳才最终平息下来 结果吗 估计大家都猜到了 新皇后和他的儿子死于非命 史朝义再也不用担心 有人给他争皇位了 眼看大局已定 落月来到了史思敏面前 这位精明的将领知道 史思敏必须死 否则一旦死会复燃 他和这些参加造反的人 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之后 落月用绳子结束了史思敏的性命 二号狼王 就这样窝窝囊囊地 死在了自己儿子手中 四分五裂 判君录在何方 表面上 史朝义已经夺取了政权 并且坐上了梦寐以求的皇位 可是 事情远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史思敏手底下 那帮手握重兵的节度时 都是安禄山的旧部 按理说 他们跟史思敏都是同僚 只是史思敏的威望比较高 勉强能够压住他们 在他们眼里 史朝义不过是个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 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所以 叛乱到了这一步 别看叛君表面上实力强大 实际上已经四分五裂 缺乏统一指挥 叛乱之路 路在何方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